要说当年的小凤仙 咱们得从它最风光的1915年说起 那一年 15岁的小凤仙 在北京八大胡同陕西巷里的云集班卖艺 北京的八大胡同 是清朝中后期到解放前有名的红灯区 说是八大胡同 但其实不仅仅只有八条 而是由许多条胡同组成 是烟花柳巷的代理词 一到晚上 这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要是碰上个下雨天 那根本连人都挤不进去 来往的车辆还要限期 那个时候的妓院分为上中下三等 最上流称为小班 再者叫茶室 最次的叫夏处 小凤仙当时所在的云集班 属于是最上流的小班 是专攻有钱人行乐的场所 也就是在云集班的戏台上 前来听戏的云南都督蔡厄 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小凤仙一眼 从此就难以忘掉她的龙龙 1911年 年仅29岁的蔡厄 被退去为云南都督 手握重兵 但她手里的重兵 却成了袁世凯的眼中钉 一心复辟的袁世凯 担心蔡厄在云南起兵 反对自己成帝 于是在1913年 袁世凯找了个借口 把蔡厄骗到了自己身边 给了她一个虚执 还安排密探 监视蔡厄的一举一动 袁世凯的小三盘 蔡厄心知肚明 但她表面上依旧表现出 拥护袁世凯称帝 盘地里却无时无刻 不再谋划着 摆脱袁世凯的控制 为了迷惑袁世凯 蔡厄整日四处游荡 沉迷女色 好像对政治漠不关心 就这样 蔡厄在北京被袁世凯 监视了两年 1915年初的一天 蔡厄打扮成商人模样 来到了八大胡同的云集班 当时小冯仙正在台上唱戏 可蔡厄刚走进来 她一眼就被吸引了 那天我在台上唱着小曲 她就出神地坐在台底下看着我 那个时候 她人很轻瘦 穿着也很普通 但是我就觉得 她是个不一般的男人 此时的蔡厄正陶醉在小冯仙美妙的歌声中 从小被迈到云集班的小冯仙 容貌虽然不算拔尖 但她戏却唱得相当好 在云集班 小冯仙成第二 没人敢当第一 就连好姐妹小冯 也非常羡慕小冯仙的这幅好嗓 小冯仙的嗓音很独特 唱起曲来 就像夜莺似的 很多人来找她 就是冲着她那幅好嗓子 我刚唱完 蔡将军就到后台来看我 直夸我唱得好 我一看 就觉得她肯定是个大人物 我就问她 你是做什么的 她骗我说是经商的 但是我从她那儿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 我就觉得 她肯定是个经常摸枪的人 小冯仙唱得一首好曲 又生得一双贵演 这让时常往来 于烟花流香的菜鹅大为惊喜 就这样 菜鹅与小冯仙一见倾心 两人很快就沉状入对地 进出云七班 这让豪姐妹小贵分外掩护 遇到个好男人 小冯仙这日子 过得一天比一天逍遥 就跟有钱人家的姨太太似的 我就在想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大的福气 遇到那么好的贵人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